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参加HSK六级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六级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六级考试 HSK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 共五十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 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第一到十五题 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全球变暖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许多复杂而巨大的影响 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二氧化碳的增加会促进植物的生长 这是全球变暖的正面影响 但随之而来的冰川融化 农业减产 疾病传播等问题 则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困扰 二 维生素A具有多种功能 它对视力 骨骼的生长 胎儿的发育等都是必须的 缺乏维生素A会导致视力下降 牙齿停止生长 食欲下降等问题 但是 过量的维生素A对人体具有毒性 可表现为皮肤干燥 头痛 失眠 呕吐 低热 容易疲倦 烦躁不安等 三 西红柿炒鸡蛋 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 它制作方法简单 营养搭配合理 西红柿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和C 对心脏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同时能够减少癌症的发生 鸡蛋中含有丰富的DHA 能够改善记忆力 因此 这道菜深受大家喜爱 四 意大利人酷爱咖啡 因此在意大利 咖啡馆遍地开化 不过 你也许不知道 意大利人在不同的时间喝不同的咖啡 正宗的意大利咖啡是不加牛奶的 而且要站着喝 如果你选择坐下喝咖啡 需要另外付服务费 这种风俗大概有60年左右的历史 五 英国一位15岁的中学生 身高超过2.3米 而且目前他还在继续长高 以至于同学们在和他交谈时 都要抬头仰视 据了解 小学毕业的时候 他的身高就已经超过了父母 他父母的身高分别为1.82米和1.77米 六 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如果三到五年持续承受高度压力 人类的记忆力就有可能衰退 研究人员相信 压力是造成记忆受损的重要因素 过多的压力会极大的损害记忆力 七 日前 一名来自英国的年仅14岁的数学神童 成为剑桥大学237年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生 他是在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之后被剑桥大学录取的 远在1773年 剑桥大学也曾录取过一位14岁的天才少年 八 最新研究发现 小时候被父母打过的孩子 远比那些从来没挨过打的孩子生活得更快乐 而且更可能成功 小时候挨过父母打的孩子上学后很可能成为校园里的好学生 而且冒险的欲望和考大学的欲望 会比那些从来没有挨过打的孩子强烈得多 九 日前一种名为茶杯珠的迷你小珠蜂蜜英国 这种迷你小珠刚出生的时候 只有茶杯大小 比小猫还要娇小 体重约有半斤 十分聪明 因此得名茶杯珠 目前这种微型小珠非常抢手 供不应求 一只小珠的价格高达1100美元 十 比目鱼身体不对称 这可以帮助它们幸存下来 方式就是在海底进行伪装 在这种伪装下 过路的捕食者往往对它们视而不见 此外 一些比目鱼还能够改变体色 让伪装行为如虎添翼 十一 1997年12月25日 在泰国首都 有一家餐厅制作了一块重2.3吨的蛋糕 这块长8.4米 宽60厘米的蛋糕 是由十名厨师制作的 其准备工作花了360个小时 这块蛋糕被切成了19212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诞蛋糕 十二 妈妈对儿子说 你去厨房一下 看看电灯是否关上了 不一会儿 儿子从厨房回来说 妈妈 厨房太黑了 什么也看不见 十三 妻子生气地问丈夫 你出去怎么不锁门 要是小偷进来怎么办 丈夫说 没事儿 小偷来了也白来 咱家的存款 我找过多少遍了 就是找不着 不知道你把它 藏在什么地方了 十四 画家的一位朋友 到他家做客 画家对他说 我打算把房间的墙壁粉刷一下 然后在墙上画些画 朋友听后劝道 你最好先在墙上画画 然后再粉刷墙壁 十五 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 在个人电脑上广泛流行的病毒 是1986年初诞生的巴基斯坦病毒 编写该病毒的是一对巴基斯坦兄弟 为了防止软件被任意拷贝 也为了追踪到底有多少人在非法使用他们的软件 在1986年年初 他们编写了这个病毒 第二部分 第十六到三十题 请选出账却答案 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 第十六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蔡老师是我国国内资深的室内设计师 蔡老师您好 第四届中国深圳国际室内设计文化节的主题是 原创设计在深圳 在原创设计方面 您觉得设计师需要注意哪些要点 首先 设计师应该认识到原创设计的基础 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对现代环境的充分认识 和对当今社会相关技术的掌握 其次 设计是为大众服务的 要注意四个原则 首先要体现出实用性原则 然后是美观性原则 还有科学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 您觉得目前深圳的原创设计有什么优势 深圳是一个新城市 起初建设时 就有许多国内不同地区的设计团队来到这里 他们直接参与了设计和实践 与香港设计师和香港设计公司的合作 使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掌握了很多新的技术 城市发展过程中 有大量的工程和项目 也需要设计师去设计 这样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锻炼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说原创设计在深圳 有多方面的优势 我们怎样才能做好 有中国特色的原创呢 首先一定要学习过去的历史 现在国际化了 并不是说就可以把设计完全西化 完全吸取西方的东西 如果我们一味盲目地学习西方最前沿的东西 那我们只是跟在人家后边跑 让人家看起来还是属于初学的阶段 还有就是要以民族为基础 有生命力的原创 就是要有民族建筑设计的符号 加上现代人生活的需求 加上现代新技术的应用 再加上新理念的组合方式 您觉得深圳的设计师 还需要在哪方面加强 我觉得原创设计 要想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的特色 那一定不能离开本民族的土壤 我们在民族特色这方面还要加强 十六 蔡老师的职业是什么? 十七 设计师除了要注意实用性和美观性 还应注意哪些原则? 十八 下例哪一项不是深圳原创设计的优势? 十九 下面哪一项不是有生命力的原创需要的因素? 二十 深圳的设计师还需要在哪方面努力? 第二十一到二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 今天我们请来了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 请问周部长 过去的一年 百姓关注的突出的环境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从去年的情况看 环境质量有了很大改善 2009年上半年 全国环境各项指标都有所提高 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优良天数增加了1.5个百分点 二氧化硫平均浓度继续下降 农村环境保护也有一定的成绩 新的一年 环保部门要重点解决哪些环境问题? 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新的一年 我们工作的重点集中在空气质量的改善 饮用水安全 以及重金属污染防治等方面 在空气质量方面 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地区防控 扩大管理范围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在水资源方面 今年将采取有效的措施 重点加强农村的饮用水的保护 为保证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而努力 加大重金属污染防治力度 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是今年环保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将采取部门合作的形式 对重金属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请问部长 从目前的形式看 减少大气污染 污水排放有哪些困难 怎么解决 2010年是完成环保任务的关键 现在有一些落后的设备和企业还存在 减少污染排放的压力还很大 因此我们要实现目标 就必须继续扩大工作范围 继续控制火电 钢铁 造质等行业的大气污染排放量 对于污水排放 要重点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对高排放的落后产业 要采用环保技术标准等方法严格控制 21 去年重点城市空气优良天数增加了多少 22 新的一年 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有哪些 23 饮用水安全工作 重点要加强哪个方面 24 下面哪个行业不是大气污染严重的行业 25 下面哪一项是减少污水排放的措施 第26到30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最近网络上的热点话题 就是出卖自己的剩余人生 今天我们请到了故事的主人公陈潇 陈潇 请问你在网络上的剩余人生店是什么时候开始营业的 我在2008年12月5号在网上留言 让大家安排我的剩余人生 认真完成几次任务后 得到了网友们的信任 15号 我的店就开张了 当初为什么要开这样的店 大学毕业以后 我曾经营过服装 但不是很顺利 也发觉生活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心情低落的时候 我就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手机 QQ号等联系方式 让大家安排我的时间 这样慢慢就有了开店的想法 现在觉得这样不错 你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我的第一个任务很简单 就是做个胜利的表情 然后拍照发到网上 你的店是怎么收费的呢 我的网上店铺买卖的物品 就是我的时间 分成了三个档次 八分钟卖八块钱 一个小时卖二十块 一天卖一百块 开店以后生意怎么样 生意还不错 元旦当天赚了两千块 这其中还要除去成本 大概百分之五十吧 网友们的任务也各种各样 去接人 送咖啡 过生日 买火车票 医院陪同输液 带网友品尝小吃等 你从开始的免费到现在的收费 很多网友都觉得 这才是你的目的 你怎么看 其实我想说的是 收费只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保障 谁也不能支撑这样无常的网络生活 吃穿住行都得花钱 所以收费帮大家办事 能坚持得更长久一点 如果不收费 这件事情早就结束了 如今我在感受每个人的不同的生活 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好 二十六 陈销的网店是什么时候开业的 二十七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二十八 他的一个小时卖多少钱 二十九 夏立哪一项不是网友给他的任务 三十 他的网店收费的目的是什么 第三部分 第三十一到五十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三十一到三十四题 第三十一到三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英国最新一项研究表明 开车的时候唱一些熟悉的歌 驾驶人员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也更加不容易困 相比之下 开车时不出声音 更容易增加危险 当然 驾驶人员在开车时 一边听音乐 一边跟着唱 要有一个适度的问题 如果音乐过于吵闹 节奏过强 那么司机在开车时唱歌 就不能起到保证安全的作用 反而会增加危险 因为吵闹和墙的节奏 会分散注意力 如果音乐过于缓慢 驾驶人员容易困 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在驾驶的时候 选择适当的音乐 是很有必要的 三十一 在开车的时候 唱一些熟悉的歌 有什么好处 三十二 开车不出声音 和开车唱熟悉的歌相比 哪个更容易增加危险 三十三 吵闹和节奏过强的音乐 为什么不适合开车的时候听 三十四 节奏缓慢的音乐 是否适合开车的时候听 第三十五到三十八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网络是现代生活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使用广泛 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些网络语言 所谓网络语言 就是指网络聊天室中流行的语言 一些网络语言 已经被大家接受 例如 MM是指美女 就是长得漂亮的女孩子 GG是指帅哥 就是长得好看的男孩子 而在网络上 把长得不好看的女孩子 称为恐龙 把长得不好看的男生 称为青蛙 现在网络上又有了一些 以图画和字母相结合的形式 出现的 人们很难理解的语言 被称为火星文 火星文也是现在流行的 一种网络语言形式 吸引了很多语言学家 和网络爱好者 35 网络语言在哪里流行 36 MM指的是什么 37 长得不好看的男生 在网络语言中 被称为什么 38 什么是火星文 第39到42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在房屋装修结束以后 应该让房屋空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住进去 为什么不能装修好了 马上就住进去呢 因为刚刚装修过的房间里 还有很多有毒的气体 这些气体对人体有害 会让人呼吸困难 头晕 严重的还会导致失明 死亡 所以我们要经常开窗 让新鲜的空气 进到刚刚装修过的房子 把房间内有毒的空气排放出去 这些有毒的气体 主要来源于室内的装饰材料 如地板 油漆 涂料 及家具 所以 为了让装饰材料中的 有毒气体充分地释放出来 我们既要保持室内的通风 也要使用一些吸收毒气的物质 39 为什么刚装修过的房子 不适合马上住进去 40 屋内的有毒气体对人有什么影响 41 这些有毒气体主要来源于哪里 42 怎么做才能让有毒气体消失 第43到46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丽江古城 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丽江市 丽江古城又名大岩镇 坐落在丽江坝中部 被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 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 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 丽江古城历史悠久 景色美丽 是很多旅游者都想去的地方 在丽江居住的人包括汉族 白族 藏族等许多民族 丽江古城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 又有纳西族的独特的特点 对研究中国建筑史文化史 具有重要的作用 43 丽江古城在哪个省 44 丽江古城是中国保存的 最为完好的几大古城之一 45 四十五 丽江古城有什么独特之处 四十六 丽江古城在中国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第四十七到五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2010年1月12号 海地发生了7.3级地震 这是海地自1770年以来发生的最强烈的地震 地震震中距离海地首都太子港16公里 震源深度10公里 目前海地国内余震不断 最强烈的余震达到5.9和6.4级 不但为救援数以千计 埋在废墟之下的民众 带来了极大困难 更为无数处于恐慌中的平民 带来了严重威胁 而且未来 海地继续发生严重灾害的可能性 仍然存在 太子港街头出现极度混乱的局面 到处都是呼喊者 哭泣者 四处寻找失散亲友者 和无家可归者 四十七 海地发生了什么? 四十八 海地的首都在哪里? 四十九 为营救带来困难的是什么? 五十 太子港街头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中文字幕统筹 感谢观看